美国有没有后悔当初美选择联俄抗中 大家别忽略了欧盟的存在 一家独大对中俄美来说都是坏事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严树军 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 如今美国的窘境全世界都是看在眼里的 俄欧冲突不说了 俄罗斯越打越猛 乌克兰苦苦支撑 西方失去信心 减少甚至取消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美国也因为内部的党争 无法通过对乌克兰的援助决议 现在的情况就是 俄罗斯基本掌握整个俄乌战场局势 美国必须做好随时被拜登敲猪杠的准备 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而另一边中东局势就更乱了 巴以冲突 红海危机 伊朗虎视眈眈 各地区武装群起而攻 美国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 逐渐陷入中东泥潭 无法自拔 视角再一转回到亚太 两岸关系紧张 滩海局势暗流涌动 解放军的步子越漫越大 南海也是如此 菲律宾城市不足 败是有余 东盟国家左顾右盼 都不想跟美国扯上关系 与中国对立 似乎从2022年 俄乌冲突爆发后 国际形势的风云变换 就没有一件事能顺了美国的心意 这就引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美国后不后悔当初没有选择联俄抗中呢 如果美国选择与俄罗斯联手 大可以在亚太力压中国 之后的中东局势也许就不会出现沙特和伊朗的和解 不会迎来中东和解大浪潮 美国就不需要加速 以色列和沙特的恢复关系 哈马斯也就不会一拍脑门 对以色列发起袭击 巴以冲突打不起来 后面红海危机之类的事也就不存在了 当然了 这些还只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 美国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对华战略 抓住宝贵的机会窗口 联合欧洲绝大部分力量 一同向中国发展 这就是咱们常说的牵一发而动全身 美国一步错 步步错 听着确实有些道理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大家是不是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存在 那就是欧盟 欧盟只是近代以来逐渐示威了 但人家底子可都是老牌发达国家的底子 并且坐拥欧亚大陆关键位置 如果没有美国的持续介入 欧盟的经济和军事 都是全球头部的存在 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存在 美国才不敢打联俄抗中的主意 大家想想 一旦美国联合了俄罗斯 那欧盟和俄罗斯的关系会如何 相比只会比美俄关系要更加紧密 美国就算再怎么高傲 也清楚自己对付不了欧盟联手 欧盟和俄罗斯一旦联手 那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存在 这么一个从大西洋到白领海峡横跨了13个市区 大半个欧亚大陆的势力联合 不缺人口 不缺市场 不缺资源 不缺科技 用网上的话怎么讲 那就是一个六边形战士 基本没有任何死角 别说美国 这对中国也将造成巨大的威胁 自家头顶就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庞然大物 晚上睡觉都睡不着 而俄罗斯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联合体内部欧盟的力量会越来越强大 俄罗斯必然遭到撤肘 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附庸 所以呢 美国联合抗中 其实对中美俄三国来说 都是一件坏事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